前首相拿多斯里纳吉推行的 叶马房屋计划至今还在延续 不过国盟亚罗斯达区国务议员阿富南·哈米米 今天在下议院揭露 有人冒充叶马房屋中介 骗走将近100名买家的血汗钱 地方政府发展部副部长阿克马就提醒买家 千万不要透过第三方管道买房 网络称马 ذ尾端们的超级丰家人 市购买广的 十十万元指定 骗尼马 私认豆尾区国务议员 市购买上网络称马 加上网络称马 商ret資格 举划资金 利诺 ribbon People 便宣度 叶马 这边 广俩 阿克马在问答环节时提到 许多有心人在脸书等等社交媒体上 利用一马房屋云木混珠 他提醒受害者一旦发现有诈 务必要报警处理 另外阿克马透露 截至昨天全国共有86项一马房屋项目 其中22个还在兴建仍未交屋 在这之中13个属于烂尾工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